哈囉大家好我是Kelly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 我的Top5唇膏的選擇 我刻意就是 呃現在不擦唇膏 因為我想要給大家看 等一下我分別分享的那五個唇膏 唇膏 用了那Top5唇膏之後 嘴唇跟現在沒有擦唇膏的變化 以前我也不是很愛擦唇膏 因為我覺得就是 唇膏好像會顯得自己很成熟 所以我以前很常畫眼影之後 沒有唇膏就像現在這樣這樣 但是現在呢我反而覺得 如果像我今天畫這種比較濃的眼妝 可是一個唇膏都沒有像是裸唇的話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奇怪 就是整個比例很不協調 那大家都知道我非常非常無敵愛買唇膏 所以我相信今天的這個影片 應該只是暫時性的 目前的Top5而已 因為呢我前陣子又買了一批唇膏 那批唇膏還沒有試用過 我不確定試用過之後呢 我的Top5會不會改變 所以如果改變的話呢 我會再分享一個更新版的 好 那我們就快點開始 那首先呢第一支唇膏一定不會錯過的是 這一支唇膏 包包包包包 就是KVOND推出的霧面唇膏 然後這支唇膏真的是我的 這支唇膏真的是我的 非常非常非常愛的一支唇膏 這支唇膏是 常常說是完全霧面的效果 我自己通常用這一支的時候是 譬如眼妝肩比較濃的時候 我太會在比較偏素顏的時候用這個唇膏 因為它是完全霧面 所以我覺得素顏的話 可能會覺得嘴唇 太長眼的感覺 上來看看 我這支唇膏的顏色是Double Dare 然後 之前有分享過我很喜歡這種 比較偏長的 就是 頂比較長的 這種唇膏的頭 然後這邊 這邊也要稍微長一點點 因為上唇膏會比較好上 你們看它現在這個霧面的感覺 然後一般呢我是直接抿起來 然後再去補上面的空洞 它擦在我嘴唇上的感覺就是這樣子 是完全完全霧面的 我是把這支列為 就是 濃妝的時候 我一定會想要擦的唇膏 太方滴的這個系列 有出了超級無敵爆炸多顏色 我記得另外很紅的顏色 還有 Lolita 是這樣念嗎 Lolita 1號跟2號 有分兩顏色 一個是1 一個是2 這兩顏色都是很多亞洲女生喜歡買的顏色 K4D的這個唇膏也是我用過的唇膏裡 算是數一數二 快速乾的唇膏 像是我昨天 介紹的那個 Lancome的那個 Match Shaker 有人有人說 Kelly那個 Match Shaker的那個霧面唇膏呢 是要 稍微等一下 讓它霧面 就是讓它霧面化 可是我真的 等了蠻久 它都沒有變霧面 我不知道欸 那相較於那一種的霧面唇膏 K4D是完全不需要等 它一擦上去 幾乎會馬上直接變霧面 但是如果 像這種會直接變霧面唇膏 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說 你這個唇膏比較沒有辦法做 不一樣的變化 你就是擦了就擦了 你沒有辦法說 比如說用手把拍開啊 沒有辦法說 就是怎麼樣加什麼東西 因為它就是 一個很霧面的唇膏 我之前那個什麼 喔就是我們的尾牙 我覺得我提供這個抽獎 因為這支真的是我 就是數一數二非常喜歡的霧面唇膏 好再來呢 第二支呢 我要分享的唇膏是 是Jojo Armani的唇 中文好像叫唇翠 這支 這支我去年就有買 然後它真的很好用 102號這支上出來之後 傳達的個性 我覺得是非常是我的個性 然後我前陣子啊 就是在instagram上發照片 有用這一支也是被大家很常問 這支真的很好用 不過一般來說 如果你真的是 很想買這一支 你覺得質地很好用 然後你是第一次購買的話 我其實會建議你比較先去嘗試 500號或501號那種 比較是日常的顏色 但我要上給你們看 502號我通常是把它拿來做漸層 然後你看喔 現在嘴唇裡面 是不是有比較深的那一層 就上在那邊 像這樣子 然後抿開 這樣子 然後用手拍開就可以 你們看 就是長這樣 就它的漸層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如果你想要它的漸層效果更明顯的話 你可以在裡面的深的一方再加深一次 看 有沒有 這樣漸層的效果就是變得更明顯 裡面比較深 外面比較淺 在jojo armani的這個 所有顏色裡面 我最喜歡用這一支來做漸層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顏色做漸層之後皮膚 就我知道我覺得氣色會變得很好 因為像我自己就覺得這一支 在嘴唇上的這種漸層效果 其實比上一支 KVOND的那支 氣色來的更好 因為它更紅一點 雖然它紅 但是因為是漸層 所以它不會讓你覺得說 整個嘴唇非常的飽滿 所以jojo armani的這一支啊 我平常素顏的時候 還是不會擦 因為它的質地是霧面的 所以我一般真的不會把 霧面的跟素顏的時候 就這樣配在一起 這一支做漸層 會把 整支上全紅的那種感覺 稍微比較削淡一點點 如果你最應該找一個這種 唇彩 比較偏霧面 然後好做漸層的話 這一支真的是我的 數一數二的選擇 502號 再來呢 第三支要分享的是 這一支 這一支我真的用超級久 它現在已經 變得很髒的一支唇釉 但是我還是蠻常用的 這一支唇釉呢 算是我少數的唇膏裡 它是比較偏 水亮 就是光澤水亮 這支407號呢 也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因為 它跟那個 剛剛 Tru Dramarie那個系列的 501號的顏色 蠻接近 都是比較 有些人會叫它姨媽色 或是豆沙色 就是那種日常上班 都可以用的顏色 我現在上給你們看喔 而且這支的刷頭 超好上 你們看這一支唇膏 它就很明顯是比較水亮型的唇膏 對不對 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 不是很適合水亮型的唇膏 我覺得用了水亮型的唇膏 好像會讓我覺得有一點 太 嗯 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耶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比較適合就是 嗯 的感覺 但是YSAL的士林 士林 我覺得它是YSAL的這個系列裡面 的 顏色搭配那個水亮感覺 在我臉上最不奇怪的 它的水亮 嗯 可是我目前可以接受的這種 比較水亮 然後顏色比較深的唇膏 是這樣 這樣 好 再來呢 第四支要分享的唇膏呢 是我最近才試用到的唇膏 然後我完全喜歡上它 我非常滿意就是Maybelline的這支唇膏 就是它完全有符合我想要的東西 雖然這支唇膏是偏水亮的沒有錯 但是呢它在唇上拍開之後的那個 那個打亮跟那個唇膏混在一起的那個光澤感 我真的非常的喜歡 然後已經有讀者去購買 然後也跟我說他們很喜歡這支唇膏 這個影片完全不是什麼跟任何一個品牌合作影片 就真的這個是我最近會用的唇膏 像前面分享的幾支唇膏都是 你沒有辦法再很邋遢 完全素顏的狀態下用的唇膏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皮膚比較蠟黃的時候 用那幾支唇膏 會有點不太協調 這支唇膏 還有等一下要分享的下一支唇膏呢 都比較是屬於 就算我素顏我也想用的那種唇膏 OK 好我現在上給你們看 它現在已經用得非常的 不堪入目 好我現在已經把唇膏上好了 然後它是長這樣的 我今天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它跟我前面用的幾支唇膏 質地是 算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這一支唇膏呢 它的質地其實是比較像 潤唇膏 護唇膏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一種很像擦凡士林的那種感覺 所以說它雖然不是霧面唇膏 但是 你把那個唇膏這樣擦完之後 用手抹開之後 它其實是 帶有一點潤潤的感覺 但是光澤度不會是非常 強到很誇張的那種樣子 試用的時候其實好像就是說什麼 漸層的擦法嗎 那我在那影片裡也有提到 就是漸層擦法這支不是那麼的好上 因為 因為它比較肥 喔好髒喔 因為它比較肥一點 所以你不可能整個上耳唇都 埋在這個圓圓的這個裡面 所以你在擦收那個量的地方 要把它 往上提高一點 然後這樣擦過去的話 你的唇風就會被打亮到 因為這個唇膏最上面是有一層 一個打亮的 小成分在裡面 你們有看到唇風那個打亮嗎 這個一定要去屈城市或什麼地方 試試看 這支真的是 嗯 可以買 最後一支唇膏 我放的就是我最喜歡的唇膏 如果你今天的預算只能買一支唇膏 你聽我說 我接下來介紹的這支你一定要買 我最愛的唇膏就是 登登 NARS的唇膏 而且我剛回家說大嚇到 因為L把我的唇膏拿去咬 這支唇膏真的是我的最愛 首先呢它是霧面的質地 但是它的霧面 又不是跟那種霧面唇膏一樣那種 比較偏乾的質地 它是 它真的是絲絨的感覺 就你擦上去之後你會覺得有一層這樣 很難形容 它就有一層 好像有一層絲絨的感覺 喔這個顏色是Dolce Vita 這個顏色呢 跟所有眼妝都很搭 除此之外 跟幾乎素顏的那種淡妝也很搭 就是這一支真的不推不行 我跟你們說不推不行 我先上給你們看 你們真的好好看喔 把它拉近 OMG 那個絲絨的質感 看到了嗎 就是這個顏色 之前我分享的影片裡 大概有十支 可能有七支 都是用這一支唇膏的顏色 這一支應該不能算唇膏 它應該算唇筆 因為它其實就是筆狀的產品 然後擦上去唇膏之後的感覺是 就是霧面 就是霧面 但是它完全不會讓你嘴唇覺得很乾 至少我完全沒有覺得 然後我反而覺得是有一層 就我要再比一次 絲絨感覺的東西在你嘴唇上 所以你現在這樣抹你的唇膏 你其實會覺得它是有一點點滑滑的 而不是像液體霧面唇膏那種完全 完全霧面的那種 有一點乾乾的感覺 這個是完全不會 這支真的超好看的 因為你看我現在眼妝是偏橘色 可是擦這個唇膏也OK 這支的顏色呢 你就算沒有壞眼妝 你很素顏 你完全素顏也OK喔 因為它的顏色其實是 比較像是加深版的 你自己的唇色的感覺 所以就算你完全沒有化眼妝 完全沒有化底妝 你素顏 我也會偷偷這樣擦個幾筆 讓嘴唇比較紅潤一點點 比較不會看起來沒有氣色 那以上呢 這五支唇膏呢 就是我自己覺得 這五支我真的 目前不能沒有的唇膏 基本上這五支唇膏 就可以完全應付我這一個禮拜 可能突然要化濃妝 要淡妝 要素顏要上班 要上什麼的 完全都可以用這五支來應付 你們覺得我比較適合哪一個顏色 就是留言告訴我 覺得這五支裡面 你們覺得哪一支我擦起來好像最好看的那種感覺 好那就先這樣啦 那就像我前面剛剛講的 因為我還有一批唇膏 等著我要擦 所以我可能會試用那些唇膏之後呢 如果他們真的非常的好用 我可能會再發一篇更新版的Top 5 好那就先這樣啦 謝謝大家觀賞 呃今天的影片 也非常謝謝大家 就是支持我 沒來由的突然想要拍的特別節目 其實你們應該會發現 就是有一些影片前面都已經拍好了 就我就想說要 累積一個多一點再跟大家分享 好啦那就謝謝你們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